另一種極端 那個媽媽好像牽著一隻大同寶寶 真的好像喔 他們好胖喔 寶貝 剛剛那個弟弟說 他們三個好胖喔 阿白 想拖團啊 明明是寶貝和哥哥最胖 那個大同寶寶說的是你們兩個啦 大的胖桃 小的內吼 造反啊 胖很丟臉嗎 寶貝 為了洛家男人顏面 讓我回去揍那個弟弟 一個小五聲去扁一個幼幼班 這是霸凌喔 此刻肯定要搬出洛家祖訓 以前爺爺家有一隻狗 叫做蘿蔔 有比他小的狗廢他 但你都不理我 爺爺非常激賞蘿蔔 說男子漢就要這樣子 要打要挑比你強的打 這才是我們洛家不凌弱的狹義家風 寶貝 我洛寧谷 是專打老弱病殘 臭小子 爸爸的訓誓敢不聽 寶貝 你這麼大隻 欺負一個小五聲稱霸人喔 救命啊 救命啊 不敢了 不敢了 都在騙人 這是家暴嗎 怎麼當街欺負孩子啊 要不要報警啊 不好意思啊 家訓家訓 快走快走 真丟人 話說現在小孩中難教 什麼男子漢要穷穷氣概 俗俠仗義 激勇激勻 哼 說白了這些家訓 也只是電影世界中的老本戲 我啊 是一個愛孩子 又愛耍廢的父親 阿白心機善良 極端的內向 看到老弱婦孺一定讓座 阿寧谷是另一種極端的自大 城牆浩辯 看到小班學生過馬路 一定主動擋在車陣前保護安全 弱家男人各個生來本性極端 是上帝明明中植入的一種默契 連結三個極端的個性 就算各站在世界的盡頭 我們的心仍就彼此相愛 這是這條老街啊 最出名的冰淇淋店 來來來 一定要嚐一嚐 別跑 我的冰淇淋 是哪家的小毛頭 跌跌撞撞 欠扁 我愛把鼻 不能欺凌弱小喔 口快 口快 小弟弟 沒事 沒事喔 欺負小孩啊 不是啦 誤會 誤會 落家的祖訓 男子漢打架 要挑就要挑比你大隻的 爸比 你的機會來了 先散了 我先去接電話交救護車 喂喂 這麼忍心啊 不管你老爸死活嗎 爸比 你的冰淇淋 我先幫你保管 爸比 你可以的 臭小子 你們 我被落家祖姓給害慘了 這下糟了 是落爸爸對吧 我是你兒子的同學 大頭他老爸呀 記得我嗎 那個健美先生啊 是是是 這小鬼是大頭的弟弟 真不好意思啊 是我不對了 劇情怎麼轉了個大話啊 人生如戲 總不知道下一個路口 會出現哪一種極端 對 你什麼時候來我健身房 打你八折嗎 是是是 好了一個月瘦你一二十公斤 真的啊 真的啊 真的可以瘦啊 好啊好啊 阿尼咕我們準備開始吧 一二三來 阿尼咕 怪你啊 阿尼咕又闖禍了 今年最搖滾的親子音樂劇 十月二九三十台北表演藝術中心 一起來闖禍吧